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烧得还真不轻啊 要不然咱去医院吧 我是发烧了 但没烧糊涂 我有时候想吧 你这种才是适合我的 才是我想要的类型 我是说类型吗 既贴身又贴心 烧 行李啊 别说了 你现在啊 是一个心里面最无助的时候 这叫 饥不择食 荒不择路 咱们俩试试 咋过啊 我这儿有老婆孩子呢 那天我听瑶瑶说 你要跟邱妹离婚 那正好 我跟罗丹也分了 我们两个都单身了 而且我们还是多年的同事 彼此再熟悉不过了 要不咱俩就一块过算了 瑶瑶 瑶瑶听见了 没事 瑶瑶这孩子就是心有点重 对不起啊 我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怎么让瑶瑶听见了 没事 其实每一个女人都希望找一个 像罗丹那样的高富帅 像你现在找到 那你又觉得她不陪你 痴望难过 觉得自己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告诉你 不是 人哪 越是得不到 就越想得到 你现在生着病 没有人陪着你 那你就觉得 我陪着你挺好的 我告诉你啊 你这病一好了 你还会去怀念那成功男人的好处 你还会喜欢那个什么浪漫啊 什么罗曼提克啊什么的 人 永远都没有知足的时候 天下也没有那把万能的钥匙 就算是我侯天明 我也不可能给你 所有你想要的那种幸福 而且现在你是个特殊时期 你身体这么虚弱 情感还脆弱 我是赶上了 正好雪中送炭 我过来陪着你 你觉得 觉得我好 你还跟我说咱俩试试 我先谢谢你啊 谢谢你还看得起我 但是咱俩试试 下辈子 这辈子 我当你哥 以后还照顾你 行不行 谢谢你啊 好 谢谢你啊 咱俩还得什么 谢谢你 来来 把药吃 这完药好好休息啊 我 我先走了 我赶紧看看瑶瑶去 我下来吧 这下来吧 我кі опущены 快下来吧 来 来 来 瑶瑶 你干什么呢 瑶瑶 瑶瑶 我还疼吗 瑶瑶 瑶瑶 是不是这能有假的吗 瑶瑶 瑶瑶 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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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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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机会怎么样 瑶瑶 瑶瑶机会怎么样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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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瑶 长家 家不是在这儿吗 不 那里 哪里才是我的家 好 瑶瑶 你说得对 你现在 让爸爸把你抱过来 去长家好吗 不 你别过来 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瑶瑶 你在这儿威胁你爸呢是吗 没有 我就是想知道 张阿姨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们一起过日子 不存在 根本就没有的事儿 瑶瑶 你张阿姨啊 她是发高烧 烧得糊涂了 她说胡话 瑶瑶 你听话好吗 下来 不 我怕你又骗我 爸爸怎么可能骗你呢 你心里想骗人 妈妈告诉我 我刚出生的时候 你就来北京了 还是说 很快就会把我和妈妈带来北京 可是我们等了你十年 十年你一直在骗我们 瑶瑶 爸爸 爸爸错了 原谅爸爸好吧 爸爸那时候是真的没那个条件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瑶瑶 你和你妈妈这不都来过北京了吗 是吧 可是妈妈走了 妈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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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问老师儿 我去找妈妈 找自己的妈妈 小姐了 你就答应我爸爸 我真的是很想念妈妈 好 瑶瑶 爸爸答应你 爸爸受苦 受累 根本就不是在外面逍遥自在 爸爸忍气吞声 在北京待了十年 爸爸为了什么呀 爸爸是为了你 为了你妈妈 为了你们女儿俩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 那又更好的生活 都是为了你们呀 瑶瑶 你说你们怎么才能相信 那倒除了回老家 你们就不相信我是爱你们的 我是爱这个家的吗 瑶瑶 你不是 那你在这么高的地方 你干什么呢 瑶瑶 你说你说多危险呀 你奶奶是奶奶 你妈是个姑奶奶 这就蹦出你这么个小姑奶奶 你们让我怎么活呀 我想家 我想你只是那个地方 瑶瑶的家 好 爸爸知道了 爸爸带你回家 爸爸一定带你回去找妈妈 行不行 瑶瑶 说话算话 一言为定 肯定答应你 但是瑶瑶 爸爸答应你 不是因为你在这儿趴老 爸爸 你要记得爸爸永远最爱你和你妈妈 爱这个家 所以今后一定不能再拿这生命跟我们开玩笑了 行吗 瑶瑶 爸爸 瑶瑶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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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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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悠 张晓悠 我耳朵停止讲子来了 你说你跟她没关系 怎么事事都跟她有关系啊 咱们这个家呀不能再这样了 天明啊 你要是不回去 我跟你妈就带着瑶瑶走了 我是觉得这孩子长时间 没跟妈真的是不想 不是 干 要不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 你想 真是说嫂子不回来 我真是建议你把瑶瑶送我回去 对 供地结账了 爸爸供地那会儿给辞了 看什么看 就这么定了 你妈在和家也辞职了 要走的话就这两天的事 妈妈 那我呢 我和姐姐回去待几天 陪姐姐几天行吗 行 想陪姐姐就陪啊 哥 不是我说你 你这些年光顾着忙工作 你根本就没带过孩子 这一年我带二毛我算是明白了 其实咱们大人说的话做的事 孩子心里边什么都清楚 你真不能把他们当小孩看 真的 所以咱们在孩子面前说什么话 办什么事可得注意一点 咱们不能伤着孩子 不能光顾着自己的感受啊 你说瑶瑶说这些话 她绝对不是跟你开玩笑 她心里那么想她才会那么说的 瑶瑶那些话跟你 你得好好想想啊 出来 大夫 大夫 阿姨可以进去看姐姐了吗 可以的 大夫大夫 怎么样 从现在来看 这个孩子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不过这说法也不是太准确 准确的来说 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 但这个问题他是隐性的 他不是显性的 看不见的问题 算是吧 但是我强调的是内忧不是外患 关键是你要知道 这个隐性的问题它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呀 瑶瑶它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症候群 这个留守儿童症候群呢 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心理学的用词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 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行业内部呢 也就约定俗成那么较了 这首先呢 要跟孩子建立信任 这有了信任就有沟通 有了沟通以后呢 才能让孩子与家长之间 建立良好的交流 互动 重建这个孩子的家庭环境和氛围 让这个孩子觉得呢 这个家庭它是安全的 幸福的 这样它才能扭转这个心理 那我们现在眼下耽误之急 我们干什么 你们答应他什么 就要做什么呀 就必须让孩子相信你们 赶快回家 回老家 你们是这样答应孩子的吗 是 说过 那你就赶紧地兑现 他毕竟是个孩子 这孩子毕竟单纯啊 知道了 那个医生 我有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好 谢谢 有什么问题您说 我没有婚外礼 但是被孩子给误会了 真的 真的是被孩子误会了 您觉得 我该怎么跟他解释呢 趁着天明现在没空 我赶紧买票去 别动 我去 你别去 哪个卖票奖你知道吗 我们早就看好了 妈 买票还你去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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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说话了 你们去了他不放瑶瑶 行行行 妈 那我去收拾瑶瑶行礼 万一天明又是知道了 我们把瑶瑶带走 别跟他吼 听见没 千万别跟他吼 好好说 说道理 不行的话天亮你跟他说 行行 妈你放心吧 我知道我怎么叫瑶瑶哥 实在不行 我这倒是带着我刚喝酒 你那边带着瑶瑶之前走 你 你以为抢人玩呢 不是那么回事 你们就没明白 刚刚一个心里疯说的什么 都听见了吧 关键是让天明知道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是 不走我们你儿俩的路 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咱们跟天明之间啊 不能全怪你 不是怪谁不怪谁的事儿 这个家爸爸妈妈孩子有了矛盾 这个家过不幸福 你看孩子出办厅了吧 不是怪谁不怪谁 到我回家二十年 我绝对不买的破拖垃圾 我绝对不盖着破房子 行行行行 我也不把天明放在你爸呢 我自己看 天明也不会这样对我 所以说啊 咱们啊先把悠悠带回去吧 你放心吧爸啊 你别着急 那个我一定让你把悠悠带走 送到那个大师身边 行了吧 也不知道秋美里边怎么样了 我害怕呢 这天明到时候跟你耍小聪明 总之呢您就按我前面说的 行了你别瞎臭心了 事情总得一步一步来 你啊还是赶紧去买票吧 对对对对 卖票那地方别下巴了 我赶快去啊 赶紧去赶紧去 赶紧去赶紧去 别忘了啊 我知道我知道 天明你看 天明 天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天明 妈要是醒不来 我看你怎么教的 打得好 欧天明 你当儿子 你对得起妈妈吗 你当老公 你对得起我吗 你当爸爸吗 你对得起瑶瑶吗 你连你人生这几个最重要的位置你都找不准 你出门赚什么钱你创什么业 我错了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们 妈妈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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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别打了 你还记不记得 你十年前 你第一次来北京的前一个晚上 你跟我说的话 你说你一定要来北京 你说这儿有你的梦 必须得来 你得来完成你的梦 完成咱全家人的梦 好 我们都让你来 你来了 十年过去了 欧天明 你跟我说你这十年你得到了什么 你失去了什么 我知道了 我赚再多的钱 我也买不了这个家 我也买不来我这个妈 我错了 我错了 瑶瑶生下来 不是留守儿童 我嫁给你之前 我也不是留守父母 为什么 为什么像今天这样 就因为你侯天明不回来 我告诉你侯天明 人活着不能太自私了 你活着不能只想着你自己 除非你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愿意宠着你 要不然你真别那么怪着你自己 对不起 我错了 都是因为我 这个家现在成了这样 我也不想这样 现在我全明白了 天明 青梅 青梅怎么样了 董事长 你来了 听见这事我能不来吗 行了咱也不说了 那个我推一个战友 找了一个资深的老的军医 他说可以帮咱们看看 但是他想先看看片子 谢谢 先别说谢谢了 这能不能醒过来咱还不知道呢 天明 我有话跟你说 走 咱出去聊聊 好 走了啊 天明 青梅实仪要接替刘云 到刘水儿同学校做指教老师 这事他没跟你说呀 没跟我说 但是正确 绝对正确 嗯 陆正 嗯 其实刘云老师的事儿 不光邱美心里过不去 我也是 失者一依 生者如斯 不明白 哦 这话说白了就是 死者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那么活着的人 都要坚强地好好活下去 要让死者安息 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 经历了就经历了 天下没有喝会药可以吃 但关键是要让事情发生的值 经历的值 得吸取教训 天明 我直说吧 你说自打把二毛 从车站借回来之后 你说你们家发生了多少事 这你心里非常清楚 所以老太太这事儿 你真得好好思考思考啊 你说的没错 这个真正的失去摆在我的眼前 我才发现 我这十年所追求的成功和幸福 就在我的身边 父母 兄弟 爱人和孩子 我只有好好地珍惜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和幸福 可是我之前那十年 我一直想办法去挣脱他们 去离开他们 我妈总说我 小聪明无大事儿 我有错吗 没错 我这十年的时间 失去了一切和家里人团聚的时间 我的所有努力 全都是和幸福背道而驰 现在回头想想啊 我是编制了一个自己 骗自己的美容 不管这次我妈能不能醒 没错 我不是在那里 不过还是对你 尽管这些人 我把我拖子 都不得了 我关心 我不是在那里 我把我拖子 我拖子 是对你 那些人 我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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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拖子 我拖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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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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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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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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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